廣州的這次配股來計算 當然其實316在韓文股裏面配股是不新鮮的 其實他們經常都在吵 就是這麼多次韓文股來說算是最多 還有最常發生的 但是的確過去幾次發生 都是股價調整完一輪之後 又是勝負上去破定過 所以我想這次大家都會有一點點 所以大家有想罵 是的 是不是可以罵呢 或者找到位置買呢 因為其實都浪漲了這麼久 一直以來沒什麼位置可以入場 但是我覺得 當然今天其實暫時反應算強的 因為你看到 這一輪跌幅計都比配股的證幅度是少的 其實配股價是1、5天 都還沒有穿那個配股位 我覺得你可以多看一會 譬如下午回來 看看大概1、5、1這些配股位 是否真的受得住 如果是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入第一次住 我覺得比較好多是分一、兩次住 因為很難說 譬如今天可能沒有什麼反應住 但是會反應多一、兩天才出現 其實這個就未必知道住 所以我想你可以考慮 在1、5、1這些位置不穿住 先入第一次住 但如果真的穿進去的話 我覺得就 譬如下約8、4元這些位置 到時才會再加價 我想回到比較中轉線一點 要試上去之前 挨近179、180這些位置 其實慢慢來講機會性是有的 畢竟其實這一刻 整個航運業來講 特別高運價 即集中商那邊 其實還是處於高位的 雖然我覺得升幅可能會慢一點 但是處於高位的時間 對整個版本來說 其實暫時的看法還是比較正面 對整個版本來說 其實是知道了 對整個版本來說 好,所有的時間 就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